拨断最后一跌的七种特征积极准备抄底 发现最后一跌的七种特征积极准备抄底 一 量能的特征 如果股指继续下跌 而成销量在创除地量后开始缓慢的温和放量 成销量与股指之间形成明显的底背离走势时 才能说明量能调整到位 而且有时候越是出现低位放量杂反走势 越是意味着短线大盘变盘在即 也更加说明股指即将完成最后一跌 二 市场人气特征 在形成最后一跌前 由于股市涨时间的下跌 会在市场中形成沉重的套牢盘 人气也在不断被套中被消耗殆金 往往是在市场人气极度低迷的时刻 恰恰也是股市离真正的低点已经归时不远 三 走势形态特征 形成最后一跌期间 股指的技术形态会出现破位加速下跌 各种各样的技术底 市场底 政策底 以及支撑位和关口 都显得弱不禁风 稍视抵抗并纷纷兵败如山倒 四 下跌幅度特征 在弱势中 很难从调整的幅度方面 确认股市的最后一跌 股市厌语 熊市不言底 是有一定客观依据的 这时候需要结合技术分析的手段 来确认大盘是否属于最后一跌 五 指标背离的特征 指标背离特征需要综合研判 如果仅是其中一两种指标 发生底背离 还不能说明大盘一定处于最后一跌中 但如果是多个指标 在同一时期中 在月线 周线 日线上同时发生背离 那么这时大盘往往极有可能 是在完成最后的一跌 六 个股表现的特征 当龙头股也开始破为下跌 或者是受到投资者普遍看好的股票 纷纷跳水杀跌时 常常会给投资者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 促使投资者普遍转为看空后市 从而完成大盘的最后一跌 七 政策面特征 这是大盘成就最后一跌的最关键因素 其中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指对一些长期困扰股市发展的 深层次问题方面 能够得到政策命名老化支持 另一方面是指在行情发展方面 能够得到政策面的积极配合 20点选闹 ه 快 我 剪 我们